好 价格问题很重要 在去年国庆晚会上演出的梦想家音乐剧 引发了易文界的批评 说是天价而且资源分配不均 那么这位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仁 他不断强调自己清白应而请辞 那么今天一早十点多 圣志仁遭到了检方的约谈 他大方接受了访问 他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再次说清楚 他也强调自己不认识任何的厂商 走如台北地间署联上 几书从容不迫表情 但是气氛却轻松不起来 因为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仁 这一次是以被告身份遭到约谈 检方要了解的就是 宣腾一时的梦想家彼案 我跟这些厂商根本不认识 我说我讲的这件事情 已经把那个标准放得够低的了 不是说我没有图例他们 或者是这样 我根本不认识这些厂商 事实上外界在质疑之前 我还不知道谁得标 约谈后强调根本不认识厂商 当时由文件会主办的 建国百年梦想家总经费 两亿多由赖声圈得标 没想到演出两个晚上 就疑似花到了全部经费 两亿一千五百万 被质疑根本就是浪费公帑 甚至人因此下台 还被检方约谈 强调另一场不变 还感谢检方给一个解释机会 梦想家当初引发争议 风暴延烧超过一个月 现在进入司法程序 希望能够透过法律 向全民交代 这些人民辛苦纳税的钱 到底花去哪里 中文新闻前半位 SNG小组 海北采访报道